罗山村的垃圾野蛮厂25年的使用期限已经到了 富里乡名代表徐玉珠建议乡公所能够新建一座绿色环保公园 而公所则是回应垃圾野蛮厂的土地是环保局所有 所以还是要先经过环保局通过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规划 宣政部为了要解决各乡村垃圾问题 选择在罗山村盖垃圾转运站 但是罗山村是全国第一个有机村村民第一时间都抗议 富里乡名代表徐玉珠 另外是针对了罗山垃圾厂的使用期限已经到了 建议乡公所可以新建一座绿色环保公园 那个垃圾野蛮厂已经使用期限到了 那本时是希望说 改天你有到环保局去开会的时候 我们是希望说那个垃圾野蛮厂 因为没有掩埋的部分它是杂草重生的 那杂草重生里面就有很多老鼠啦一些东西 然后因为旁边下面都有一些农地 我想那些老鼠的话都会对稻米做有损害的那个动作 那本时有个意见我想上次在定期会我也提到了 我想因为在苏孝乡厂的时候 有答应罗山村的村民说25年的垃圾野蛮厂到期之后会去做一个绿色的环保公园 华林院没有焚化炉所以各乡镇垃圾都必须找地方站置 再送往其他焚烧或是野蛮 公所强调目前县政府还在跟村民沟通 没有取得共识之前是不会行建 而至于绿色环保公园 公所则是回应垃圾野蛮厂的土地是环保局所有 所以还是得先跟环保局通过之后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规划 记者高双双不离乡采访报道